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因為俄乌戰爭的關係 全球除了能源不夠用 糧食危機也衝擊 國際貨幣基金IMF 在30號就發布了一個報告 因為俄乌戰爭的關係 至少是2008年以來最嚴峻的 糧食肥料價格大漲 全球3億4千5百萬人的生計 面臨迫切危機 他說這個影響人數真的是前所未見 但是我們看到了 這是大豐收來自中國 中國的農業農村部 有一個最新的報告 目前全中國已經收獲秋糧5億畝 完成了38.6% 而且多個主產區的秋糧 這個增產趨勢非常明顯 玉米沒目整餐二百年 能夠多數數量產碗 今年東北黃河海西北主產區 秋糧漲是普遍較好 玉米水稻大豆單產都不同程度的提高 秋糧有望獲得好收成 好中國大陸其實最近幾年不斷的一直在推廣 比如說像是高產新品種還有農機記憶 像是854農場大豆平均單產超過210公斤 這是歷史新高紀錄 那中國東部沿海的像是山東2萬公頃的玉米 現在也進入收獲季節了 而且產量據說超出農民的預期 那麼在黑龍江省肥沃土地的農場 有86.7萬公頃大豆已經熟成了 那中國大陸其實最近 實施大豆跟油料產能的提升 像是河南就是中國花生產量第一大省 面積是2000萬畝 那麼在生產河南的新野縣長生果花生農業合作社的理事長 他就說今年預計1萬畝1畝的產量 可以達到900多斤 按照兩年前的價格 哇這一畝地最少都可以收入3000多人民幣 好再來中國大陸還有一個最新的突破 說到能源 那就要想辦法有沒有辦法來鑽油呢 中國海油就宣布自主設計建造的 亞洲第一的深水導管架平台 海基1號在3號正式投用 設計建造安裝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水平 那麼這個深水柴油的技術呢 也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技術性突破 海基1號是按照百年一億的惡劣海礦設計 項目團隊攻克了南海超強內波流 海底巨型沙波沙級 超大型結構物精準下水就位等一系列世界性難題 創新應用多項首創技術 實現了從設計建造到應為管理的全方位提升 海基1號是我國首次嘗試300米級深水導管架平台 多油田經濟高效聯合開發模式 與以往類似深水油氣田常用的水下生產系統開發模式相比 具有開發投資低生產成本低國產化率高的顯著優勢 它的成功應用為經濟有效開發我國中深水海域的油氣支援 海基1號也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嘗試深水導管架平台開發模式 等於是把生產系統從水下搬到了平台上 那這就可以開發投資低成本低生產 國產化效率高的優勢 這個平台總高是340.5公尺 總重是4萬噸 全部投入之後 這高峰日產原油可以達到5000噸 將可以為港澳越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動力 好再來我要帶大家看的是中國方案 全世界在找能源 那非洲國家其實有蠻多石油的 但是呢有沒有人要來開採 有沒有技術就是問題了 非洲當然也想靠著石油來賺錢啊 好現在呢資源到位技術到位人也來了 中國大陸自主研發的石油鑽井技術 靠著中國方案前進非洲 這個計畫其實談了非常多年了 終於在今年2月份 烏干達第一個商業石油的開採項目 是正式啟動的 那隨著中國大陸跟烏干達 簽了一帶一路的合作協議 那這個總項目呢 包含中國企業呢 要把最新的中國技術跟中國製造 帶到了烏干達 這個項目如果完成之後呢 烏干達不得了 他們會成為東非地區最重要的原油生產國 那麼先來看一下這個油田在哪裡呢 你有看到長頸路啊 後面是一片湖非常的漂亮 這是在烏干達的艾伯特湖區 一個叫做翠鳥油田 這個面積有1500平方公里 探明地質儲量超過60億桶 預計呢2025年初就可以投產了 但是很尷尬的是想開採沒這麼容易 因為這個翠鳥油田呢 位在這個湖 湖呢是在尼羅河上游 很重要的一個淡水湖的湖底 如果說鑽井取油要怎麼樣 不會造成環境污染呢 因此中國團隊就決定了 他們不從湖上打井 平常我們看到的鑽油平台 都是在海上 然後井在這邊直接打下去嘛 但是沒有 現在改變一個方式呢 從陸地來打井 那麼當然也有一些 Made in China的一些技術囉 那麼中國製造的一個 8000米靜音型的 自動化高端的石油鑽井 這是中國大陸的石油裝備 也是呢 像綠色智能轉型的一個 標誌性的成果 那這個石油鑽井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當然中國大陸自主研發一個叫 旋機旋轉導向系統 這個系統呢保證這個鑽桿呢 可以從陸地深入湖底 然後呢用斜向的方式來取油 那這就可以避免湖上的污染了 那麼中國海油烏干達公司的 負責這個項目的這個經理呢 金利平他說 經過了10年的研發這個設備 打破了西方國家的壟斷 這個是中國驕傲 特別他提到了在噪音控制的部分呢 他說因為這個系統很特別 他可以有降噪功能 他可以讓住在油田附近 這些村莊的居民啊 還有這些動物啊 不會受到干擾 他提出了一個比喻啊 比如說在公園裡頭 環境的噪音大約是45分貝 他說呢他採用的這個技術呢 噪音大約就是在60分貝左右 那同時呢 他居然還有零排放功能 他可以回收呢 在汽油開採過程當中 產生的所有氣體 然後把它再轉為電力 解決電能短缺的問題 那大家也知道烏干達呢 他們傳統賴以為生 就是農業畜牧業 工業就比較弱 但是呢 現在有了中國方案 到烏干達去啟動 在油田建設方面 經濟技術都很缺 但沒關係 現在中國方案來了 翠鳥油田的運營呢 可以帶來2萬多個就業機會 而且呢 讓烏干達升級為 東非重要的原油生產國 那麼與此同時呢 中國技術 中國智慧 也透過了這個一帶一路 為非洲帶來新希望 經過10年的研發 它打破了西方的壟斷 這是我們自己的一個中國的驕傲 在公園 我們的噪音是45分貝 我們採用的這個技術 噪音有可能就在60分貝左右 我是感覺非常一個驕傲 一個自豪的 說烏干達的第一批使用人 是我們去帶的 是我們去教的 我們在烏干達是由 我們自己的徒弟和朋友的 積極踐行這個一帶一路倡議 努力的和烏干達人 和本地的員工 一起去學習和提高 助力非洲這個可持續發展 我們也加強對於湖山環境的一個保護 再來中國大陸這幾年 就有一些新的發展 就是因為中國強大 所以美國才會這麼大力的來抗中 您說是嗎 您的留言我們都會看 歡迎大家在聊天室裡頭 把你的想法告訴我們 從2020年開始 中國大陸自行開發的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就健存並且開通了 因此世界上的這個導航 不再是只有美國的GPS 俄羅斯還有歐盟的切利略 還增加的不可或缺的 就是中國大陸的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那麼在最近這個百度地圖 已經正式的從GPS切換為 北斗優先的定位 北斗衛星的日定位量 也首次的突破了1000億次 但不論是百度地圖 高德地圖還是騰訊地圖 其實你一定會好奇 我到底有沒有用到北斗衛星 來進行定位呢 其實主要是看你的手機 看你手機的晶片 有沒有支援北斗衛星定位 你一定好奇吧 那你現在手上拿的手機 有沒有支援北斗衛星定位呢 首先你只要到任何的APP都可以 你就去下載北斗的 北斗導航的APP 你雖然點開你可能會看到很多 但沒關係你隨便點一個 只要你下載完開啟之後 能夠使用就代表你的手機有支援 那很多人好奇了 那iPhone有沒有呢 其實從2020年10月份發布的 iPhone 12系列就開始支援了 而且這也是蘋果第一款支援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手機 那麼當然此後的新款iPhone都有支援 包括最新的iPhone 14 那麼說到了衛星導航啊 其實最早最早呢 是從軍事需求開始 後來大家發現 哇衛星導航可以用在很多的部分 包括了交通啦 農林 魚電力 防災救災 還有呢開車導航 這就很重要了 在大都市開車 很多人根本不認識路 開車離不開導航 這些全靠衛星 還有呢在防疫期間 我們用電子圍籬 看大家有沒有亂跑 也是靠著這個衛星的部分 那麼提到衛星啊 很多人一開始 其實最早就想到GPS 其實沒錯 這是美國政府在1994年 他全面建成的一個全球定位系統 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內 其實中國大陸的導航也是用GPS 但是現在慢慢開始脫離美國了 因為中國大陸就發現 單一依賴GPS 原來有很多的風險 因此呢 中國大陸在好幾年前 就已經開始決定 要自主建設 北斗衛星導航 尤其是美國的三次次機 也催生了北斗系統 首先呢第一次啊 就是1991年波灣戰爭 當時大家看到 哇美國呢 開創了空中打擊力量決勝的先例 美國靠著GPS的精準定位 發動飛彈打擊 再來第二事件就是銀河號事件 1993年當時候中國的銀河號貨輪呢 他開到這個印度洋 你知道茫茫大海開過去 你怎麼知道往哪裡走 靠著就導航 突然有一天導航就沒有訊號了 然後就沒有辦法 就等於迷航啦 不知道該往哪裡走 也不知道現在已經開到哪了 只好被迫 那就讓美方人員登船來檢查 你的GPS系統 結果好像後來才得知 是美國啊有意無意啦 關掉了當時候銀河號附近的GPS信號 讓他沒信號 讓他在海中迷航 好再來吃了門窺之後 第三點在1996年 第三次台海危機 當時候呢大陸軍隊呢 曾經向台灣基隆的外海 射了三枚的導彈 但是其中有兩枚發射之後 就沒有信號 然後就不知道去哪了 原來又是美國局部 關閉了GPS的信號 所以呢在1994年 中國大陸就開始啟動了 北斗系統的三步走 好怎麼走呢 這個戰略目標 第一步03年的時候呢 就先建成了北斗衛星的 北斗一號 哇 北斗一號問世之後呢 立刻讓中國成為世界上記 美國俄羅斯之後呢 第三個擁有自主衛星導航的國家 再來第二步北斗二號 2012年它形成了一個覆蓋 亞太大部分地區的服務能力 第三步就是在最近 這個2020年開始呢 就形成了全球覆蓋能力 這也就是北斗三號 那麼現在厲害的是 北斗系列相關產品 已經出口到世界120多個國家地區 中國大陸呢 只要有合作一帶一路的國家呢 各種基建啊 也都會利用北斗導航系統 現在有分析認為呢 北斗系統的建成啊 讓中國大陸也實現了 太空絲綢之路 也有評論認為呢 這個北斗覆蓋全球最重要的就是 讓中國避免在軍事高科技跟外交上 被美國卡脖子被美國控制 從白天堵到黑夜 大陸十一長假 民眾出遊返家 卻在各地公路上動彈不得 不過就在國慶這天 必不可少的萬能百度地圖 揮別美國的GPS 驚喜推出由大陸自行研發的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為廣大民眾指路 長征火箭搭載著 最後一顆北斗組網衛星 滑破長空 一個月後 中國對世界宣布 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正式開通 北斗衛星導航正式開通 大陸十一國慶假期 第一天上限定位量 立刻突破前一次 百度地圖現在也能提供 台灣衛星地圖服務 大陸網友也能從地圖上 瀏覽台北101日月潭 等數百個台灣著名地標的 全景照片 除了在基本導航功能上 車道及導航能夠解決民眾 找不到車位兜兜轉轉的困境 北斗系統再提升檔次 首次退出六大搜救功能 確保民眾一擊在手 永遠在線 溫泉地震的時候 整個地面設施 所有的導航系統都不好使的時候 第一個把那個信息傳出來的 就是利用的北斗導航 百度地圖 北斗衛星導航的崛起 更是一要成為 全球四大導航系統之一 與美國的GPS 俄羅斯的格諾納斯 和歐洲的潛力略 並駕齊驅同台競技 北斗是一個時間和空間的 位置的基礎設施 時間和空間是解決現在數字經濟發展 走向智能經濟發展 這樣一個關鍵的要素 港媒香港01曾撰文分析 北京當局最終決定建造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直接原因就和美中競爭有關 根據美國智庫分析 大陸開發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目前雖然尚未對美國的GPS 構成威脅 但北斗系統的完成 也確立大陸作為世界強權的地位 這是大陸技術擺脫 並獨立於西方的一項里程碑 背後的地緣政治意涵非常深遠 那如果說用在軍用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俄烏戰爭 現在已經打了222天了 西方各國還是繼續 美國繼續給錢 那北約國家繼續給武器 軍援烏克蘭 那拜登新一輪又要撒錢了 6.25億美元 198億台幣的這個軍援 包含給什麼 四套海馬斯火箭發射系統 同時烏克蘭也收到了 最新型的衛星製導火箭彈 說是要用來打擊戰線上的敵軍士兵 隨著西方軍用武器 入席到位 烏克蘭日前在戰場上捷報頻傳 烏克蘭收到了一款大殺器 M30A1導向式多管火箭彈 供海馬斯以及M270 多管火箭系統發射 彈頭內藏了18萬顆的烏鋼球 預製破片 精準度以及殺傷力都幾位驚人 被設計用來對付軟目標 也就是打擊戰線上的敵軍士兵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也預計公佈 新一波價值6.25億美元 大約198億台幣的新軍援計畫 其中包括了四套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200輛的防地雷伏擊車輛 榴彈炮彈藥以及地雷 而烏克蘭交戰222天 烏軍有重大的進展 在一天內向前推進多達40公里 收復的涅伯河沿岸數個村落 這是戰爭爆發以來 烏克蘭在南部戰線的最大突破 俄軍節節敗 普丁的盟友車城共和國領導人 迪卡羅夫表示 他將派遣自己的三個兒子 只有烏克蘭戰場前線 而他們分別只有14、15以及16C 他也發布了影片 顯示兒子在射擊場發射火箭筒 另外北溪管道日前驚爆出現四個破洞 外界都在猜測莫荷黑手 發現破洞的丹麥及瑞典 也組成了聯合調查小組 最新報告顯示 管道破裂的原因就是炸藥爆破 也就是漸漸證實了 北溪管道真的是被人為蓄意破壞 記者綜合報導 那俄烏衝突爆發之後呢 以美國為首 北約國家呢 美國說什麼大家就做什麼嘛 不斷的要錢給錢 要武器給武器 但是呢 德國跟法國現在都有一點受不了了 也開始呢 在考慮還要這樣子 繼續的軍援下去嗎 德國國防部長 蘭布雷希特 他就宣布說 德國呢將會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武器 那麼其中包含了價值超過 9000萬歐元的16門榴彈炮 那麼在法國的部分呢 他們是向烏克蘭又要提供6到12門的 凱薩自行火炮 有辦法反敗為勝嗎 那麼在美國還有西方國家加碼 對俄羅斯制裁的這個背景之下呢 歐洲啊也自食惡果 能源危機不斷的惡化 抗疫越來越多 歐洲多國的通膨高漲 10月1號在德國柏林 英國倫敦都有許多的抗疫行動